公式是直接拿我們的函數直接輸出 那如果用VBA的話是藉由公式的邏輯直接輸出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如果直接輸出那個公式呢 在這邊月考清楚 月考的 配合公式的話在下面這一段 這一段 然後 再來的話我們 月考OK這一段 不過這個地方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各位可能會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因為我們的畫面像我們這邊畫面 還比較寬 所以呢比較不會有遇到什麼的城市 太右邊了那如果太右像這個地方 你如果太右邊你必須要拉過來 才能看到右邊的 可是那你希望怎麼樣讓他折行 可是問題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隨便 就按Enter 假設我希望怎麼樣 他有比如說一行太長了 我希望變成兩行 這樣比較方便閱讀 可是在VBA裡面有個規則 你如果要變兩行的話 不能直接按Enter 那要怎麼做 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希望下一行跟上一行是同一行的話 請你注意喔 找一個地方 我的習慣是找一個 運算的符號 或者是串接符號都可以 的後面 找一個什麼空白 請你在這個空白的後面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再按Enter 這樣子移開 就不會有問題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運算符號 或者串接符號 的後面的空白 空白留下來 加個底線Enter 他就會幫你把 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當成是同一行 OK這個概念要有啊 因為很多 你們未來如果接觸到其他人寫的程式 或者書裡面的程式 很多也會這樣子做 那如果你要把它刪掉 串成同一行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underline delete掉 再delete回來 這樣他又串回來了 OK所以大概 規則稍微講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對這個規則不太熟悉 你按Enter那就會出錯了 OK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程式撰寫的那個 規則 建議也是一定要 像我這邊一定會有加縮排 這邊會有再一個縮排 就是一接一接的概念 階層的概念 主要是以後你程式可閱讀性 就比較高 如果你沒有縮排有沒有 很多同學寫在一起 看的 非常辛苦 所以像有些同學問我問題 那個我第一個看到 他們沒有縮排 我第一個 我的習慣一定會幫他全部縮排 再來看程式 為什麼 因為 我 如果沒有縮排 我不知道說 for有沒有加net if有沒有加endif 一個頭一個尾 都會是對稱的關係 如果有發生程式錯誤 如果你沒有縮排 我就看不出到底 是哪邊出錯 可是你一縮排下來之後 就會一目了然 OK 程式第一個 可能要注意一下 寫作的習慣 第二個 盡可能的 在 你比較不懂的程式上面加個註解 這個註解 對於入門 也不一定對入門 對於你的寫作 有 其必要性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寫的時候 也許你腦袋是很清楚的 可是你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能會忘記你之前為什麼會這樣寫 是非常有可能的 OK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你的記憶力 真的 尤其是年齡增長之後 你可能退化的越來越嚴重 OK 那跟什麼 什麼什麼那個什麼 有個叫老人 那個什麼什麼 阿之海莫症 那個沒有關 那個只是因為他退化的比較快比較嚴重 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有忘記 你們應該也常常遇到 剛前一秒才想到我要做什麼 後秒 我剛剛到底在想什麼 好像有一件事很重要 突然又忘記了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啊 更不要說你這樣來寫程式以後 以後你現在這個時候寫的邏輯 你未來 真的 不見得 真的都記得 因為我很多年前寫 不要說很多年 幾個月前我寫的程式 我自己回頭看 我還要想一下 到底我那時候是怎麼寫 為什麼要這樣寫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有加註解的話 我可以透過那些註解 有點像是 這個註解是告訴你未來的那個人 你跟他講說 以後你看到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那當然寫得越詳細越好 對 應該各位有看過那部電影吧 那個就講艾滋海默症那個 那個什麼 他的 片名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他還要得獎 就是有一個那個大學教授 他得了艾滋海默症之後 然後呢 他從得了艾滋海默症之後 他就開始每天錄影 錄影做什麼呢 就是告訴他未來該做什麼事情 哪些東西放在哪 因為他過一段時間又忘記他做過 又重複在做 重複在做 因為他忘記了 老婆最後這蠻感人的 最後 他看到他的 過去 跟他的 未來講說 你去 那個抽屜裡面 把那裡面的藥 全部拿出來 全部吞下去吧 那什麼意思 他的 他的過去告訴他未來 你就自殺吧 因為不要拖累你的家人 OK 所以這個會得獎 但是呢 剛好他要吃下去的瞬間 剛好呢 我們很緊張嘛 到底他有沒有吞藥對不對 很緊張 剛好有人就衝進來了 然後那個藥就散落在地上 然後 當我們很希望知道結果的時候 這個電影呢 就結束了 The end OK 到底結果怎麼樣 沒有結果 所以 沒有結果的電影 通常會得獎 OK 結果後來那部電影真的得了什麼 最佳影片獎 奧斯卡的最佳 你們 查一下那部電影 那個 那部片我忘記了 講阿茲海默鎮的 還蠻值得看的 OK 所以這個 重點是說 真的尤其寫程式 不要相信你的記憶力 OK 所以像我很多東西都放在雲端 為什麼 因為 我不要一直把 可能 放在腦袋裡面 其實很辛苦 我希望把東西放在雲端上 那第一個 我也很 輕鬆 為什麼 因為我 即便我現在 暫時忘記沒關係 回頭一看 我大概就知道 所以盡量 人為什麼會疲勞 的原因是因為 你把太多可能不屬於你腦袋裡面的東西 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而且這些東西可能也不是你的東西 比如說像你把我上課教的東西 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就會開始越來越疲勞 因為呢 會有 相容性 對不對 你又開始就抗拒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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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開始 你如果是相容性好的就比較不會 如果 相容性差的就開始越來越疲勞 因為你會一直在 抗拒這些東西 那所以最好的策略 慢慢來 潛移默化 所以我一直 覺得學習 學習還是要 有那個趣味性在 你剛開始沒關係 反正你就先聽 那你忘記也沒關係 回家再看雲端 回家再看影片 慢慢來 OK 我不要一下子把所有東西塞到你的腦袋裡 讓你覺得開始越來越抗拒 OK 慢慢來沒關係 基本上我希望能夠 那個教學的品質 能夠確保 所以我會把影片錄下 原因在這裡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把這些相關規則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 我們前面講過的 除了按按鈕之外 可是我今天不是按按鈕 我希望是什麼 制定一個函數 這個制定函數前面也講過了 使用者定義 會有兩個 一個是 會有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有沒有 然後結果幫我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不過這個方法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 像手機函數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前面 那一般的習慣是 只要選個範圍就好了 所以超函數會有第二個 叫做月考函數 範圍 那這個有什麼差別呢 月考範圍 剛剛是月考一二三 現在的話呢 只要給我一個範圍 我幫你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幫你做處理完之後 丟回去 所以 直接給這個範圍 按個確定 結果一模一樣 那這要怎麼做 這個制定函數的規則 應該還有印象 只是說 你要叫你要一次 把它寫正確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不過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程式呢 第一個 一行 第二個 兩行 就真的 那只有一行跟兩行 但是如果你這一行跟兩行 你觀念正確就寫得出來了 你觀念不正確 讓你想半天 你可能還是會想很久 OK這個 概念跟前面講過的類似 那我們怎麼做 一 在 一樣video basic 二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一樣是插入什麼呢 插入程序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這個程序的部分的話 我先把那個 插入一個程序嘛 那我們這個地方也用方選 名稱的話呢 叫月考函數方這裡 按個確定 那在後面 最大的差別是 他這個地方後面刮糊 因為你需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那要幾個資料呢 要三個資料 所以你三個資料就是 月考 1 2 3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 反正這個方選 大概就是 這一套邏輯啦 如果你通了以後你就照著寫就好了 然後 他會給你123 用什麼方式 就在那個畫面上要點的嘛 他會去 抓到那個位置之下 幫你放過來 放過來 OK 那我要怎麼樣把最後的結果丟回到 這個儲存格呢 基本上 1 請你把那個 月考函數這個名稱放前面 按Ctrl鍵拖拉 等於 所以實際上他什麼 就是把他給我的東西串完之後丟回去而已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做法是 就是把月考123 然後呢 乘上什麼呢 這個地方 乘上 乘 他現在應該的比例 所以我用Range的方式去抓 那這個Range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是 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 上面這邊有 有寫過了 這個Range D D11 的部分 然後把它複製按 Ctrl鍵 所以它是什麼 月考 1 乘上 Range的 D11 就是 上面 D11 裡面有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這個月考2 乘上什麼呢 乘上這個 所以這邊一樣乘 乘上 固定規則 把這個東西 最後就做出來了 OK 所以公式呢 他就把 這個串完的結果 返還到這個月考函數 月考函數 游標正 放在這邊的時候呢 他就把結果怎麼樣 幫你Return回去 所以這邊的話 他如果你要看細節的話 這邊可以射中斷點 Function也是一樣 可以射中斷點 然後我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 按確定 然後給他 1 2 3 所以呢 他會幫你把這個68 放在月考1裡面 引述 他本身也可以暫存資料 OK 那存在裡面之後做什麼呢 他就會幫你把他 跟68跟Range D12相乘 再加 這個相乘 加完之後呢 最後他把結果丟回去給 月考人數 你現在還沒執行 所以 按F8 這個時候月考函數裡面呢 就會幫你把結果 M 先暫存在月考函數本身 最後的話呢 因為你 游標放的位置 在這裡 所以他就幫你把 結果丟在這個 一個儲存格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那當然呢 我們 如果是希望怎麼樣 在插入環數的時候呢 不需要三個 而是要一個的話 應該還有印象吧 前面我們講過 就是說 我可以 把這個 讓他用選 可是他選裡面有三個 那我要做切割 切割的邏輯 我先丟給A A裡面的 第1 藍的第1列 第1列的第1藍 第1列的第2藍 第3 所以這個的表示法 是這樣子 這個的表示法是 A 第1列的第2 有沒有 這個是 A B 1-3 所以呢 寫完之後 這個該 差不多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你可以直接把上面這個方選 複製 貼到底下 改個範圍 本來有三個 改一個就好 然後呢 先把這個月考範圍丟給A 那A在怎麼樣呢 Return給這個 特別是這個也是月考範圍 等於 1-1 乘上這個 1-2乘上這一個 1-3 乘完之後的話 一樣丟回去就可以了 這個是屬於範圍的處理 總共其實 就真的城市沒幾行嘛 一個一行一個兩行 但是這個記熟了之後以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練習一下 如何 把 剛剛的那個月考的程序 改成月考函數 OK 制定函數部分 那以後那個制定函數的規則啦 大概其實說真的啦 就 頂多就這樣子 如果你要讓它變得更複雜啦 頂多就是 再加一點東西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 這些規則一定要熟悉 熟悉之後的話 以後你要寫哪一種函數 用在工作上 都可以很快的把它產生 那你這個地方 馬上就可以把那個問題給解決掉 OK 這個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